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鼓舞,今天我们进行浅谈黑格尔的心理第一集 黑格尔生平简介 格尔格威廉·弗利·德里希·黑格尔时代略晚于康德,是德国十九世纪维新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黑格尔出生于今天德国西兰部巴登福腾堡 巴登福腾堡首府斯图加特是柏林大学今日的柏林红堡大学的校长 黑格尔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校长 那可以看得出这位哲人的情商应该是很高的,要不然也当不了校长,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德国维新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 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吾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黑格尔的思想是极大的影响了马克思 马克思的哲学的很多理念都是来源于黑格尔 你如果读过是马克思的一些著作的话,你可以了解到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 他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做了最系统,最丰富,最完整的阐述 这是对黑格尔的总体的一个评价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黑格尔的生平简介 1770年8月27日出生在德国福腾堡公国首府斯图加特一个官吏家庭 出生背景相对比较好一些 1780年起就读于该城文科中学 1788年10月去图兵根神学院学习,主修神学和哲学 这里还有一个小抄曲 当时黑格尔在读神学的时候 然后他的导师认为黑格尔今后会成为一个牧师或者神父 但是他成不了一个哲学家 这是对黑格尔的评价 但是后来的时候好像证明这位他的导师就是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黑格尔不仅成为了一位哲学家 而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 1800年到耶拉与谢林共同创办哲学评论杂志 四年成为耶拉大学编外讲师 四年之后成为副教授 1807年出版著作《精神现象学》 这本著作是黑格尔的非常主要的一本著作 然后我们之后会讲到主要的经历会放在这本书上 至于比如说《小罗记》这样的书也是黑格尔的著作 我看一下在网上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一个版本 然后我也给大家讲一下 1816年至1817年任了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818年后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 并于1829年当选柏林大学校长 1821年出版法哲学原理 1831年处于柏林大学校长任内 他在柏林大学的讲稿 被整理为哲学史讲演录 美学讲演录和宗教哲学讲演录 我们之前提到过 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美学家 懂得欣赏 懂得欣赏一些东西 也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宗教的 一位哲学家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奥古斯都 他在制度教的历史上 是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去翻一下西方的历史 你可以发现 其实哲学最初的时候 它和宗教的渊源是比较深厚的 有非常大的渊源 至少是从古希腊之后 转移到了像埃及奥等等 一些地方以后 他们和宗教就有不解的渊源 好我们看一下 接着看 黑格尔的德学思想 历史学家将受到黑格尔影响的人 分为两个敌对阵营 黑格尔右派和左派 黑格尔右派的代表是 他在柏林红宝大学时期的学生们 他们拥护福音正统的宗教观念 拥护后拿破仑时代的政治保守主义 而黑格尔左派有时也被称为清廉黑格尔派 他们继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成分 主张无神论 在政治领域主张自由民主 其中包括路德维希 安德利斯·菲尔巴赫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这是他的一个影响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黑格尔运用这种辩证法体系 辩证法体系是黑格尔创造的 之后的像马克思的辩证主义 他也是借鉴了黑格尔的很多东西 解释哲学、科学、艺术、政治和宗教的历史 但是现代评论家指出黑格尔经常修饰历史的 真实以适应他的辩证法模式 20世纪黑格尔的哲学开始复兴 主要是因为几个原因 一是发现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 还因为黑格尔的历史观开始复活 再有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认同 将黑格尔的理论重新带到马克思经典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 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主要的成就 今天只讲一个成就 就是他在国交观上面的一个成就 黑格尔青年时代恰逢法国大革命 皆卢梭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 他被法国革命崇尚的自由精神深深打动 他反对专制和民族分裂 渴望德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 把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与民主革命联系起来 并把立宪政治制度视为理想的国家制度 黑格尔是比较推崇法国的 至少在法国大革命那段时间 然后当然后来的时候 这个思想就一定的转变 1815年劳破仑战败 黑格尔放弃了激进的政治主张 开始战颂现存的普鲁士王国 主张以此为基础而建立君主的一些政题 你说这个好像 在我们中国民国的时候 好像也发生了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觉得好像 这个国家需要一种改革 需要一种改良 不断地去探索新的一种出路 比我们早一百年的德国 他们也在进行这个事 因为当时德国的普鲁士 刚刚统一不久 大家学过历史的时候 都知道一些东西 都知道这些东西 德国最开始是成千个小的 城邦组成的一个统称为德意志 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实现真正统一 到后来的时候实现了真正统一了 然后又发现好像在欧洲 这一片大地上面 他们的政治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地位不是太高 所以这些哲人 这些思想家一直在思考 如何的去让这个国家 然后得到一种提升 这和我们民国时期的这些文人 还有科学家思想家 做的事情是同出一哲 对不对 康德是现代哲学的开端 而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终结 这是一种说法 这是一种对黑格尔和康德的评价 这个评价是相当高了 相当高了 你说古老师 今天你讲得好像很简单 对生平的一些事情 肯定很简单 当然了之后的东西 我估计会比较难一些 比较难一些 因为我打算给大家讲这一本 这本叫精神现象学 这是赫林和王九星翻译的 然后你说为什么要讲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写得非常好 不得不讲有这种冲动 你说有多难呢 我觉得难度系数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有得一拼 有得一拼 然后小逻辑这种书 我看找不找得到合适的版本 找得到合适版本 我也给大家讲几节课 好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然后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当然我还说那句话 我不是卖书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翻译的不错 翻译的非常好 好好 今天就到此结束 如果有希望和我探讨学术方面问题的朋友 请请与我联系 我的QQ是13184359 好 谢谢各位 再见